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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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时候人是很追求快的 而我在创作的阶段 我是追求慢的 我是很向往的过程 我是在很被动的状态之下 选了蓝色 我因为以为我自己是属于白色的 早前几次的展览里面 有些朋友或一些参观者 都会不若而同地问我一句 就是说你很喜欢蓝色的吗 他原来发现到我的作品 大多数都是蓝色 原来我对一个环境所影响下 创作的源头是停不了 就是一个天 很有一个原色的感觉 一定是大自然已经拥有的 会在做一个叫逆思维 逆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很多对逆 好像这样 今天我们星期六 不用上班的 可能要一对很自然的逆 已经可以出街了 但如果星期一 我要作战状态去开会 那不行 可能我都要背对比较强而有力 或者那个状态是近乎魔鬼 总之要搞定这件事的役 我相信每个人的衣柜都有很多不同的役 都很希望今次的展览 我们大家整个团队能够享受到这个过程 亦都可以藉着今次的展览 大家跨进另外新的一步 因为互相的观摩 是很能够提升到自己的創作 大家记得5月31号至6月5号 来JCCAC看我们的作品展 再见